好 剛才看到那個男子搶劫之後 居然還講了這種鬼話 但是昨天還真的就是鬼門開了 昨天晚上子時 也就是晚上11點之後 就是農曆七月鬼門開的日子 當然在鬼月傳統來說 有很多的忌諱 不過在民俗專家的眼中 也不是一個諸事不宜 什麼都不好的時間 像是其實在9月2號 特別講9月2號 因為就是農曆的七月十五中元節 傳統來說 在這一天適合補財庫 而且最靈驗 你可以去拜土地公 然後跟土地公的座旗 是黑虎大將軍來換錢母 也有命令老師 也列出了生肖在鬼月的運勢 像是你看鼠老鼠的 這是一個極力的月份 地關赦罪 轉運月 可以消災祈福 因為鼠牛的話 在這個月份 是吉星造福的月份 你可以去捐血 去擋災 然後愛情運的話是女優於男 但是如果你看了 鼠老虎的話 要特別小心了 任何的吉士 都現在在這個月份盡量避免 然後還要注意到交通安全 另外也有老師說 今年的天設日碰上了鬼門開 教五鬼運財 可以用新的50塊錢 還有1塊錢 煮潛水來增加財運 我們今天就要連線到的是 我們的民俗專家 張旭初 張老師 張老師你好 你好 對 剛剛有講到說 農曆的7月鬼門開的時候 正好今天碰到天設日 是招財改運 這個很有效 請老師來教我們一下 大概有哪些方法可以來 改改運勢 甚至是增加你的財庫 其實天設日 尤其是庚子蓮 庚子蓮天設日的話 代表是銀湖 然後銀產器 然後銀貴人 所以紅包在上面 寫著天設日 然後吉甲 然後對火生財吉甲 然後裡面花800塊 這800塊的南紀 那個 銀珠宮 或者到溫宇宇宙的廟 只要是有廟宇 把他過剩三千 反三千 這樣把這個紅包帶 放在我們的抽屜 或者你還是放在蘇東台 或者你藏在西裝裡面 放在西裝裡面 帶出門 可能都會有招財的機會 因為是天設嘛 那代表都買一些 以他給父母親吃也會cancel 也會帶來父母的健康 你本身自己也會有才藝 也會健康 是 因為你要請教老師 可是老人家都在講說 鬼月很多的禁忌 很多事情不要做 尤其說晚上不要特別出門 是不是真的說 晚上的禁忌特別多 炎之上經典的鬼比較凶 但是善良的鬼比較多 因為炎之上你不要進步他嗆 而且你不要看到 所謂的紅葉你就開槍等等 你就罵他三字經 可能會誤會 你在罵他 那盡量不要穿前身黑色的之氣 因為你穿前身黑色的英武之氣的話 他會誤會你自己的老兄弟 他會把你攀你的肩 用他的手攀你的肩 不得拿你的手 那可能你回去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生病 你可能對你的健康 可能就會有損失 那你也會有破甩的機會 你不要穿前身的白色 白色跟黑色 盡量你要前身搭配一下 上升跟下升搭配一下 可能對你的出氣的安全 你對氣的平衡比較不會遇到 好兄弟 然後他把你當場 你也是好兄弟 那可能對你動比較福利 是 老師 然後另外在這個月份 好像很多人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求一個平安符 也是讓自己心情比較穩定 有沒有說特別要去哪邊 求平安符 或是有哪些其他的方式 可以保平安的 以政黨來講 像說一個 出油 用一包出油 你又找不到平安符 用一包傳統的 那個雜貨店都買得到 用一包 好 我們看看老師 也提供給有一些 真財改運的方式 包括了剛剛用紅包帶 寫上一些發財的話語 另外還有說辟邪的話 他說有一些出言的方式 不過都是提供給觀眾 做一個參考 這是老祖宗的一些 民俗風俗習慣 到處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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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